现在他们未来未去一未在 都未有钱回忆 初中毕业 约工资600的农村小伙想在深圳买房 这可能吗 他叫排骨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他一无所知 但在20年前盗版蝶片流行的年代 他虽是名气大乐连知名导演侯勇 王小帅都要找他的存在 2003年 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浪潮 初中毕业的排骨像许多人一样 来到深圳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机会 可没学历没背景的他 也只能沦为廉价劳动力 一个月600的工资 抽抽烟喝喝酒 再加上生活开支 压根攒不下钱 朋友建议排骨可以做连小生意 现在盗版蝶很流行 说不定能大赚一笔 排骨起初有些犹豫 国家正在打击盗版 他可不想为了钱把自己搭进去 可朋友的话又实在有些道理 他说中国那么多盗版 那么多人在做 就你不敢做 怎么着怎么着 俗话说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排骨索性豁出去 一咬牙直接进了三千多块钱的货 这比钱对当时的排骨来说 无疑是比巨款 所以他最担心的不是亏不亏本 而是怕自己一做就被查 三千块全部打水漂 幸运的是 排骨坚持了下来 2005年 他和朋友在华强北的小居民楼里 租下了自己的商铺 虽然空间狭窄昏暗 但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 他的生意还是越做越好 排骨主要卖的是文艺碟 对于这类电影 排骨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矛盾的是 碍于知识水平有限 排骨看不懂这些电影 有时候很坚强地看完一部 也是云里雾里 有朋友建议他卖些利润高 受众广的商业碟 但排骨却拒绝了 对他而言 这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 更是一种使命 他永远记得 有个顾客在他这里 找到了20年都没找到的 游山解考时的欣喜 那是排骨人生第一次 感受到了一种 与金钱无关的满足感 他又次找到了 自己的社会价值 并真心地爱上了这个行业 他特意买了本电影手册 不懂得就认真查阅 最后 竟比一些高知的文青还了解电影 对于产品质量 排骨也严格把关 不是纯DVD的坚决不要 新大德华 他每张碟都要认真试播 效果差得也坚决不要 顾客因此对排骨充满信任 往往来一次就买十几张碟 有人甚至夸张到 自从认识排骨以后 半年都没有看过电视 而更令顾客们满意的 是排骨的找碟能力 由于利润太低 很多知名的文艺碟生产少 不好找 但只要顾客需要 再难找的碟排骨都能找到 顾客们在满意之余 也一传十十传百地 将排骨的名气宣扬了出去 时间一久 排骨竟成了碟群里的大神 就连大导演都来光顾他的小店 昨天你知道谁来我这里买铁的吧 茉莉发开导演 朋友 就没带张子姨来 还有这什么 假恩科的朋友 好小帅的哥们 都有 然而排骨却并不因此焦躁 他时时紧急顾客需要 将顾客想要的碟都寄在一个笔记本上 到获了就几时通知 有人来不了的 他也会不嫌麻烦地亲自送货上门 其实 文艺碟的利润空间只有百分之二十 六百块的销售额纯利润只有一百 还得跟朋友一人一半 一个月下来 他也就挣个两三千块钱 虽然比打工好了很多 但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 他的日子依旧艰苦 排骨和妹妹 妹夫 以及几个朋友 合租在一个破旧的单元楼里 妹妹不愿踏实工作 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 就吵着要回老家 排骨教育妹妹 既来施则安置 他们的起点已经比别人低了 想改变人生本就更难 排骨最喜欢的哥是两只蝴蝶 在他心里 一直憧憬着至死不渝的浪漫爱情 可每次心动 换来的都是伤痕累累 以前打工时 排骨教了一个四川女友 到了过年 女友张口就向他要两千块 可那时的排骨压根拿不出来 他希望女友谅解一下 不过换来的却是毫不留情地分手要挟 还扬扬离开排骨后 他还能找到条件更好的 排骨心里不爽 以前女友要钱的时候 他都给的十分爽快 本以为对方能体会自己一片真心 没想到大年三十 竟到这么一出 排骨的心瞬间凉透 害得他年都没有过好 但事后 排骨对这个女友还是念念不忘 他打电话希望挽回对方 可却得到一顿嘲讽 而不久后一次朋友聚会 排骨又意外见到了对方 当看到对方这么快就交了新男友时 排骨也终于清醒地看透了其中曲折 什么争欢假爱 不过是一个钳字作祟罢了 当时儿子分手 原在江西老家的母亲打来电话 因为舅舅给他看了个女孩 条件还不错 母亲希望排骨能回家相亲 争取今年就把事办了 可细细相来 人生大事居然像完成任务似的不带丝毫感情 排骨都忍不住自嘲 他这个层次的出生是没有爱情的 其实啊 就是说从我们的父母朋友那里面 我真觉得在完成任务 所以说我们 所以说我们 就是说这个层次 这个层次就包括说 农民出生 也没什么文化 这个层次就包括这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层次的任务 没有什么爱情 清醒的现实认知 让排骨接受了母亲的安排 当天他被买了回老家的火车票 看着不断远去的深圳 排骨不由的想起刚来的时候 又查赞助证 又找工作难 一年辛苦下来 钱没挣多少 反而道歉别人几千块 那时的他觉得深圳太过残酷 对他这样的外来武功者 竟然没有一点照顾 可通过这几年的努力 排骨也渐渐成熟起来 一个从未奢望的目标也越来越明确 排骨的老家是江西极安 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让他感受颇深 刚来是为了省钱 他每次回家只能买五十块钱的便宜车票 一路上的漫长可想而知 有些他实在忍不住了 就偷偷跑去卧铺车厢体验了一下 那感觉真是说不出那舒服 现在 他经济条件好了些 虽然还舍不得买卧铺 但一百块钱的硬做也让他格外满足 至少慢慢长夜 他可以宽松地趴在桌子上睡一觉了 第二天早上 火车抵达吉安市后 排骨又坐上了去往新渔市的客车 而到了新渔市 他还要再次换乘 只有在街镇上舅舅家的摩托骑一个小时 才能顺利抵达老家 在别人家都是杨晦院子的时候 排骨家还是寒酸的土院专房 看到排骨 不善表达了父母脸上乐开了花 可排骨却不能在家里多停留 为了方便明天相亲 他晚上得住到镇子上的舅舅家 五星只好绑了只家里的老母鸡 让他带上 奔波了一天一夜 排骨只在家待了二十分钟又匆匆离去 途中 排骨经过一家倒闭的味精厂 这是刚毕业那会儿他上班的地方 虽然工作十分清闲 但每个月工资只有三百块 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根本不够花 所以干了不到半年 排骨便辞了池 当晚 排骨在舅舅家里认真洗漱 舅妈提醒他身上最好带一千块钱 相信的女方那边有个习惯 到时可能会让他买衣服 排骨对这种规矩莫名其妙 但怕失败 还是认真照办 第二天 排骨见到了女孩 对方身材高挑 长相清秀 在排骨出色的口才下 两人相处融洽 可简单聊过后 排骨忍不住失望 女孩问的不是他的兴趣爱好 或者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只关心他将来会不会种田 有没有能力在县城买房 而更令排骨郁闷的是 女孩的父母也不关心自己这个人行不行 善不善良 可不可靠 反而因为他染了黄色头发 就说他像流氓一样 排骨又一次无奈地意识到 所谓的婚姻大事 不过都是货比三家的物质衡量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回到深圳后 排骨还是给女孩打了一千多块钱的长途电话 对于这个女孩 她说不上有多么喜欢 只是既然遇见了 就想深入了解 不过 女孩最终还是在父母的强制干预下拒绝了排骨 理由也有点荒唐 排骨吸了一个晚上 这些八甘子打不着的亲戚关他什么事 可冷静下来后又无奈地意识到 这也是他所处的这个层次所决定的 这样一想 排骨也清醒了 自己对那个女孩也不是真爱 他相信一旦遇到更漂亮的 或者稍微比那个女孩优秀一点点的 他也会立马改变心意 而这套理论 排骨也很快传输给了身边的朋友 他和排骨的遭遇殊途同归 女方也因为遇到条件更好的对象 而选择分手 男人气愤不已 他觉得自己一片真心错付 当天就像女友要回了借足了两千块钱 排骨因此觉得朋友也不是真爱 他认为真正爱一个人的话 哪怕自己受伤 第一反应也是希望对方过得好 如果第一反应是要回钱 那只能说明 朋友只是不想亏的太多 他安慰朋友不要再为此时烦恼 他们这个层次的人没有爱 努力过好当下的生活 以后娶了老婆 也不要提什么爱不爱的 凭着良心好好对待人家 就是他们最圆满的爱情了 不久后 随着官方对盗版的打击越来越严 排骨的生意也淡了下来 而此时发生的一件事 也让排骨对这一行心灰意冷 有个同行小孩为了躲避追捕 淘宝是意外从酒楼坠落 当场身亡 排骨难受得不行 他们这行一年下来就挣那么几万块 担心一条命实在不值 排骨越想越气 前几年卖盗版被抓 顶多没收罚款 可现在还得坐牢 其实坐牢他也不怕 只是他这样的家庭 自己一旦进去 对父母将是致命的打击 而至于盗版爹本身 排骨也有自己独当的见解 排骨的电影 排骨所接触的客户 甚至有钱的也要支持盗版 这并不是因为盗版便宜 而是盗版能买到很多 正版买不到的碟 最现实的问题是 很多冷门电影正版都没有做 不再做 也许以后都不会做 排骨认为一部电影的真正价值 就是不分贫富贵贱 让所有想看电影的人都能看到 如果正版能够做到真正的实惠全面 那盗版自然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可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环境还没有这个能力 盗版依旧有他存在的土壤 而上海电影节上大导演 施隆科夫的话 也给了排骨继续对抗的底气 可说归说 面对越来越紧的风声 排骨还是不敢再开门 没事可做的他 只要跟着朋友一起去KTV唱歌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唱得起劲 排骨却提不起兴趣 见此 朋友们便给他介绍了一个新女友 可相处下来 排骨对爱情彻底不抱希望了 因为女友亲眼见证了 哥哥追求嫂子时的百般奉承 也认为排骨给他打电话是天经地义 而他给排骨打电话就是不正常 他要求排骨时刻捧着自己 反而捧得越高 就说明排骨越爱他 意思是我去关心他 这些属于应该的事情 他关不关心我 都不重要 他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就这一点 我现在很不满意 事业爱情的双重不顺 让排骨迷上赌马 可赌博都是逢赌必输 数着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现金 排骨忍不住吐槽 不赌吧 又贪 赌得又心中不安 最后 他总结出了一个放着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 先天妈妈喂来喂去 因为这个 为钱 他用记号笔在应有为人民服务的 包包上加了一个币子 改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他不断描画 希望币能更显眼一些 也许这样才能带来财运 他将包包挂到显眼的地方 时时提醒自己要为人民币服务 可现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冷清 一天下来 一百块钱都挣不到 排骨忍不住在自己身上打起了主意 认为生意不好 是自己的形象有问题 他有个朋友整天穿着大大的衣服 大大的鞋子 再带两个耳环 走到哪都特别扎眼 排骨于是也跑去打了两个耳洞 坐在热闹的街上 排骨浑身不自在 尽管旁边的商店里放着他最爱的两只蝴蝶 可他却没有心情去听 只是左顾右盼地看 有没有人注意自己 悲催的是 即便他已经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也依旧没有人去关注他 生意不好 排骨和妹妹又搬了新家 精打细算下来 每月能省一百块钱 可因为妹妹不好好上班 一百块钱的房租都拿不出来 排骨只好自套腰包 所以算来算去 他还是没有省下钱 凶则思辨 排骨又开始寻找其他创业途径 他想搞个网站 买个相机在网上做点什么生意 那时电商还没兴起 排骨的想法无疑是超前又正确的 可话刚说出口 妹妹就开始泼冷水 排骨气的反驳 事在人为 不惧时间怎么知道不行 有想法才有成功的可能 没有想法 就一定不会成功 两个月后 排骨的蝶片生意彻底迎来了终结 由于城市发展需要 但原来麦迭的居民楼被移为平地 看着待了两年的地方 排骨有说不出的落寞 时代在飞速发展 他这种抗风险能力差的弱势群体 也只能被迫飘摇 抱着剩下的蝶片 排骨晚上拿到天桥摆滩 桥下车水马龙 桥上人来人往 却无一人为他驻足 排骨是一部 商与2005年的纪录片 粗粒的镜头下 是一代青年农民工与大城市 对抗共生的残酷人生 不同于中年农民工的家庭压力 排骨及其身边的朋友 在艰难谋生的同时 更有着对理想的追求 和对爱情的向往 这种矛盾无力的感觉 与当下很多年轻人 在城市里的现状依旧不谋而合 明明每天疲于奔命 却依旧立足为坚 心里做着总有一天会更好的梦 却始终固化在漂泊的状态里 跳也跳不出 退也退不了 排骨会老家相亲这段 看似是解决人生大事 实在也是排骨退无可退的现实悲剧 对故乡的眷恋 是人们刻在骨子里的传承 但在城市文明的浸染下 排骨已经回不去了 封闭环境里自身的封建思想 已经与它背道而驰 它只能被迫前行 可当的前方是难以融入的一线城市 它被迫夹在中间 迷茫徘徊 生活为刀组 你我接排骨 不过 排骨的后续人生也迎来了触底反弹 2009年 排骨因麦迪被抓 幸运的是 因为结识了不少导演 仅有十余名大佬亲自替它保释 排骨的人生在此刻变得戏剧起来 重获自由后 它彻底告别蝶片行业 转行做起了服装生意 这一次 命运终于开始眷顾它 靠着麦迪的生意经和名气 它的服装生意经意外的不错 而它也终于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不仅在深圳买下了三套房产 还开上了自己的宝马 彻底的深圳安家落户 回王来路 排骨的成功也并非无迹可寻 当想买相机做网站 而遭到妹妹的反对时 它就已经暴露了一个成功者的心态 实在人为 做了不一定成功 但不做 永远不会成功 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 可也只有不去逆境 不断尝试 即便最后不能像排骨一样逆风翻盘 也能在不同的路上 迎来新的天地 一目时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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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